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和大家講兩件事 這兩件事都是關於烏克蘭事件 烏克蘭那裏大家都知道戰火連連 這一段日子俄羅斯更加加強攻勢 因為烏克蘭那邊 吃碗麵又飯碗底 說過的東西又不算鬆 因為他們的總統是一個喜劇演員 現在韓國那邊有一個 叫做李根大衛 是一個網紅 以前的南韓軍人 他就去了烏克蘭參軍 但是有最新的消息顯示 韓國那邊已經證實了收到他死訊的消息 即是說他已經在烏克蘭陣亡 那到底事件是怎樣的呢 明明在20天前 他才報完平安 又說他受到重用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稍後就和大家講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講 就是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一年就是五連擊 炮轟美國 跟著又問美國烏克蘭事件 問些什麼 烏克蘭生化武器實驗室 到底是什麼回事 當然美國有沒有回應呢 當然咬口無言 那到底整件事又是怎樣的呢 稍後就和大家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南韓的李根大衛 已經屢次傳出死訊 不過 傳了幾次死訊的時間 他依然是上水 跟著就說沒事沒事沒事 但是 看回韓國的表現 他兩次 傳出死訊的時間 都說 這個李根大衛 他一回來的話 就要怎樣罰他 怎樣罰他 又說他不聽韓國勸告 又說他走去打仗 一直都沒有證實 這個李根大衛是死亡的 但是 南韓的外交部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就在他自己的微博那裏更新了 就說 收到外國的情報消息 一名在烏克蘭 就參軍 的 南韓志願軍 已經陣亡 而且 多個渠道 亦都是證實了 一個消息 外交部 就說 得知道 他們是有四個的南韓人士 就未經政府授權 進入了烏克蘭 現在設法跟他們的家人聯絡 確定他們是否安全 並且就說 烏克蘭的南部基本上都有一些的激戰 關注這四個人的安慰 叫他們盡快離開當地 即是說原來 這幾個的南韓人 南韓兵 就去了烏克蘭的南部那裏 打仗 現在這個情況 到底是怎樣的呢 暫時都沒有任何的更新消息 不過 即是 外界全部都猜測 基本上那個人 就是 李根大偉 相關消息 還要進一步證實 不過 基本上外交部已經證實了 有一個人 已經 陣亡了 因為李根大偉拉了他三個 馬仔過去打 所以這件事裏面 都令到 韓國 無所釋從 為什麼呢 因為 在那裏 如果李根 他 一個 很幸運 很幸運 他借下了一個俄國的士兵 再上網宣揚 或者有人幫他宣揚 那俄國 你想一下 他會不會對南韓動手 一定會 一定會 所以南韓 是很招爆頭的 好心你不要再走過去了 你不要打仗了 你不要走過去了 明明不關自己國家事 他自己都要死衝過去 其實會令到南韓 陷入一個困境之中 好了 好像現在 這個 李根 或者是一個人 當兵的 還要幫烏克蘭當兵 一會 他們好像現在這樣 陣亡了 如果這件事 是被烏克蘭那幫 自己不小心 炸了自己油 都還好 但是如果證實是俄方 罵了他們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 南韓 制不制裁俄羅斯呢 但是南韓和俄羅斯是很接近的 他怕不怕被俄羅斯撞他呢 好了 如果 真的有人死了 好像現在這樣 有人陣亡了的時間 美國再插手下去 李國民死了 你不是不出手吧 你想一下 南韓的市民會怎樣 一定有人在裏群起而攻之 忠他啦 忠他呀 幹嘛不忠他 搞錯呀 那麼軟弱的 國家 硬著頭皮 到時 又要 隔個頭出來 那他是不知道 隔多好 還是隔少好 隔多的話 對於自己的經濟衝擊非常之大 隔少的話 又被人笑 還要被自己的國民人人哭打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但其實這個李根大衛 在3月30日的時間 已經是 之前 3月30日前一個星期 已經傳了整個星期的死訊 然後 這個網紅李根大衛 他就在30日的時候 就在Instagram上傳了 一張相片 報平安 就說他的隊伍被當局派駐進行一些秘密任務 不過 他說基於安全的原因就不可以透露更多 就叫外界人不要揣測他的任務的地點和時間等等 然後他還附上 英文 韓國版的一些公開信 就說 他抵達了這個烏蘭之後 有很多外界的消息 揣測 他就說 這次在上個星期 整個月 30日的時候 就說澄清所有的假消息 他就說 當他簽了這個叫做志願運之後 他就被派了一隊 由多國退五軍人組成的特別部隊 然後就秘密地做一個特別任務 這個叫做里根大衛也都說 你不要再猜他 任何的事情 因為那些安全理由 就不可以再透露更多 他也要是 就是部署一些進攻行動 說得好像很厲害 還有他就說 他自己 召集了美國和英國具實戰經驗的外國特種戰士 成立了一支特種作戰隊伍 接著已經執行了多次的機密任務 現在要繼續進行一些機密任務 有什麼機密任務 在那裏 打 我猜不會叫你潛入其他國家的 你也潛不到 接著就說要感謝國際退五軍人的付出 等等卡卡的東西 其實這個叫做里根大衛自從公開了他參軍的消息之後 韓國不斷地在這裏 說他搞屁棍 說他不聽話等等 亦都有很多韓國的網民就說他走去波蘭 走去波蘭那邊只是拍一些叫做戰爭片 根本沒有打算參軍 沒有任何的照片 或者做作證 接著國際志願軍發言人接受這個韓聯社訪問的時候 亦都暗示 這個里根大衛根本沒有派到前線那裏 但他的確是身處在烏克蘭的 只不過 在西部的訓練營地那裏 就叫做碳世界 所以去到3月 30號28號的時間 其實已經證實了這個里根大衛當時是未死亡的 而且烏克蘭是沒有派到他去上前線的 他亦都在那裏真的拍一些叫做戰爭的事 各方面的事 或者是在那裏 享受一下烏克蘭的美女 所以這次韓國證實到那個消息 是不是里根大衛呢 很多人都猜 應該是他 不過 可能也是其他比較低調的韓國人 被這個里根大衛推出去送死的人 亦都不出奇 我相信在日內 這幾天之內就會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告訴大家 到底那一個人是哪一個 里根大衛這個人 都不出奇 不過就上面證實 但是南韓只證實了有一個人是死了 跟著就講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也有關於烏克蘭的事件 不過就是美國弄烏克蘭 跟著就是做些什麼事呢 在昨天的時間 昨天的時間 外交部舉行例行的記者會的時候 就有一些記者問到 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 人扎哈羅威 在早前 再次說了一次 再次說明 俄羅斯的軍方發現了一些文件 了解到美國國防部在烏克蘭的設施裡面 有生化軍事計劃 俄羅斯方面已經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公開場所公開了一些事實 公開了一些證據 也都要求 美國作出一些解釋 當然美國沒有解釋 那 記者就問我們中國有什麼評論呢 給了個表演場所給趙立堅 趙立堅當然來了 趙立堅回應的時候就 美國對他的生物軍事活動的問題到了現時為止 沒有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釋 美國那方面 到了現時為止的表態有很多模糊不清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地方 這件事進一步加大了國際社會的憂慮 例如 美國的全球生物實驗室到底有多少 美國根據美污協議到底運走了 有多少的生物樣本 用途是拿來做什麼 那些協議裡面 規定了烏克蘭不得公開的敏感資訊到底是什麼 美國是不是在境外開展了美國國內禁止進行的危險 研究危險事業 趙立堅也說不單止是這樣 他那五連擊都不夠 再做一個combo 美國那一方面 以全弱國的身份紀念 做了一個叫做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開放簽署50年 大譚說要加強公約機制等等 規定其他國家都不會這樣做 但另一方面 在不久 之前閉幕的公約會議上 繼續無竊國際社會的呼籲 獨家他自己一個人 一個美國 就反對重啟 宗旨在建立公約機制的 調查 黑茶裏面的多邊談判 要看你們有沒有跟從這些機制合約 先這樣 好不好 弄一些東西出來 弄一些茶俠出來 好不好 個個都贊成 應該呀 因為生化武器 這樣的研究 對於全球都不好 不應該做的 唯一一樣東西 就是 美國反對 這些調查 為什麼 很明顯 新有事 趙樂堅就說 這樣的表現 怎樣可以取信於國際社會 怎樣可以恢復國際社會對美國 遵守合約的信心 放心 美國不遵守合約 我相信 全世界都知道 不過可能有些國家不敢說 趙樂堅就說 作為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 全約國之一 美國在遵守合約的方面 應該要作出一些叫做表述 而且不能夠成為例外 中國再次敦促美國對於他們的生物實驗的軍事活動 要全面地澄清 並且禁止和停止 獨家反對多邊核查的機制 哇這些東西簡直令到美國是啞口無言 你叫他怎樣說 難道叫他認了他嗎 他當然是打死都不認的 但他又不可以說沒有 因為俄羅斯已經有了所有的證據 並且公開了部分的證據 還有更加多 真是驚心獨怕的證據 是尚未 開放出來 一旦推了出來的時間 相信這件事 是會毀滅了美國的信譽 甚至乎 令到其他的國家 調轉槍頭 去射美國 都不奇怪 在 在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說這件事之前 其實3月31號 俄羅斯三房包括防護核 化學生物武器 襲擊的部隊 總司令 那個隊的司令 叫做基雷諾富 召開了一個新聞發佈會 介紹了俄羅斯國防部 對美國在烏克蘭展開生物實驗室 裡面的文件 以及一些研究結果 是公開展示了出來 結果顯示 在美國支持之下 在俄羅斯開展的生物實驗室項目 的部分病原體被運送到美國那裏 這個可能是新冠肺炎的源頭 都不奇怪 俄羅斯的國防部還在當日 公佈了 現任美國總統 兒子亨特拜登 和美國國防部 減少威脅局的員工 五個大樓 至到烏克蘭的 承報商的 部分 通訊的文件 證實 亨特拜登 就是為了美國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 提供一個的經濟支持和支援 即是說拜登家族 基本上拜登 都一早已經知道 在烏克蘭那裏 有美國的生化武器實驗室 而且 他們還用這個實驗室 是謀取自己的私利 這樣都可以做到美國總統 不要緊 逃稅那些又做到美國總統 說謊那些又做到美國總統 甚至乎 他們涉及到 對女性的污辱 甚至乎是一些 屠色 的案件 都可以做到美國總統 有什麼 沒有所謀 美國對道德倫理 這件事 根本 不在乎 只是在乎 民粹的選舉 哪一個可以 激動到選民那種 投票的心 不需要做實事 大家右本來看 即使是瘋的都好 都可以做總統 這個 就是 美國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兩件事 有什麼想法 希望大家下面留言 告訴我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正好留言 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鈕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 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